澳洲央行再次加倍调划宽松 但是澳元却依然是逆时上涨 这到底是为什么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 文化提斯的每日财经点评中的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是3月2号新夏儿 我是曼玥 正如刚才所说到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周 美国股市是经历了大约8%左右的回调 澳洲股市也深受影响 从上周一到上周五 累计下跌幅度达到了200点左右 虽然幅度比例只有3.5% 但是很多股股票也是经历了大约5% 甚至于10%左右的下跌 但是这个下跌并没有持续很久 在本周一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澳洲股市突然上涨1.8% 也就是大约是140点左右 那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澳洲央行 在昨天早上再一次发布声明 将原来准备用于购买10年期国债的资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化宽松 或者是印钱 由原来的20亿澳元 突然上涨至40亿澳元 也就是平白无故的又多了20亿澳元的现金 将会流通在市场上 虽然20亿澳元对于市场来说 整体的量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这个信号的意义的本身就是说明 澳洲央行将会不遗余力 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持10年期国债 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收益率水平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个国债收益率和股市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国债收益率和背后的逻辑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一点 就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澳大利亚 像德国 英国 日本 这些国债的 这些国家的国债 特别是10年期国债 通常会认为是没有任何风险 也就是这些国家倒闭的可能性 或者是国家破产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这一类发达国家所发行的国债 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收益率 换句话说 这相当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银行的定期存款 但是它比银行还要保险 因为一家银行有可能倒闭 但是一个国家要破产可能性很低 所以如果这个国债的收益率越高 就说明咱们说的 没有任何风险的回报率的标杆 就会设得很高 假如国债10年期的收益率在1%左右 也就是说 任何其他有风险的投资 它的收益率都会要求在1%以上 要是低于这个1% 那我还不如存银行或者买国债 所以说 我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通常是这一个国家 对于我们说的投资 或者说是借款贷款的利息也好 或者说借款成本也好 它是起到一个标准作用 好比说它就是100分 你要更高的回报 更大的风险 那就110分120分 那这个回报率就会至少高于国债 因此如果把国债的收益率压低 从原来的1%压到0.5% 那么相应的其他带有稍微有一点贡献的 他们收益率的要求 也许也可以从原来的2%降到现在的1.5% 大家不要小看这小小的0.5% 或者是0.1% 一旦资金庞大之后 这个差别会非常大 所以维持国债收益率在比较低的位置 最终将可以压低我们说到资金使用的成本 换句话说就是 不管是企业到银行去融资 还是个人贷款买房 这些的成本最终会转借到 转嫁到这个借款人的手中 但是发钱的那个人 就是借钱的那个人 他的要求很大程度上 将会取决于国债收益率的高低 国债收益率越高 他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 国债收益率低 他也许对于资金回报率要求 也会随时下降 所以澳洲央行这多了20个亿 虽然说钱不是特别多 但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就是什么呢 就是将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他会要求澳元的贷款成本 会压得很低 这样的好处就是呢 不管你是融资 买房 买车 个人消费 他的资金的使用成本都会比较低 以此来鼓励贷款 来鼓励消费 那么再回答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朋友们会说到 既然钱白白是多了20个亿 理论上一个东西一旦多了 他就会不值钱 那为什么昨天澳元宣布要多应20亿 但是澳元反而去上涨呢 关于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再回顾一下 我说了500元 这个500元 澳元上涨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和铁矿石价格有关 第二和中国经济的好快有关 第三和美元的政策有关 这三点原因也是从重到轻的排列 所以如果说为什么澳元要涨 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铁矿石的价格 有没有跌 中国的需求有没有少 如果你要对比是美国的话 美国现在最新的经济刺激政策 是1.9万亿美元 而澳洲也只有几千亿澳元 所以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纪念 要说印钱 那绝对是全世界来说 美国在过去的12个月印钱是最多的 所以这三个原因中 无论是铁矿石价格 中国的经济恢复 还是美元印刷的多少 都是显示出对于未来长期一段时间 澳元依旧会保持强劲 那么澳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是商品货币 既然是商品货币 不是我们名义上的鞋子衣服这个商品 是大宗商品的意思 也就是说只要铁矿石和铜 它的价格维持在高位 那么澳元的强劲走势就不会改变 只要美国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在量化宽松 那么澳元的长期强势和美元相比 长期的强势也不会改变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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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